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想对你表白 我的心情是多么厚爱 总想对你情愫 我的生活是多么热 请老勇敢给中国人 一起风发走进新世代 我敢一起走发走进那新世代 我敢唱着不往路 当着不出展期待 我敢想的传绚故事 带着还望不去开 大家好 我是李同宽 又来了 今天是一晃9月6号 时间太快了 今天要讲一点严肃的话题 讲一讲以法治国 今天的大新闻是郭文贵 申请美国政治避难 已经公布了 消息已经爆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好事 祝贺你老郭 希望你终于意识到自己 终于上了梁山了 这是道国贼逼的 我呢 开始讲一法治国之前 先给大家演示 吃一个泡泡 相当好 这个果的皮 非常薄 就跟纸一样 我今天要想大家听着过瘾的话呢 你得允许我骂人 我要把中国的法学界全骂一遍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一法治国这个概念 已经被被他们倒歪了 歪到哪儿去呢 基本概念都是错的 有人问这个味什么味啊 这个味呢 不是特别甜 但是也是相当甜的 口感呢 相当于香蕉 芒果 柿子 加点奶油 用了个高倍的粉碎剂 把它打成细颗粒 然后用勺子瓦去吃 有点小颗粒状 嗯 非常好 这个果我这几天 基本上不吃饭了啊 全吃它了 这个果的大量的 其他的这个生理功能 还不知道 我只知道它 它多多少少有点通便功能 因为我家太多了嘛 所以现在在做这个果酱 果酱 果酱煮的时候 如果不把种子拿出来 煮出那个果酱一吃 吃一小碗 马上大馅 知道这效果吧 所以煮的时候 一定要把种子取出来 那么中国的法学家 这些家伙 把中国人哪搞错了呢 因为你要是在中国 比如说你进北大法学院 那么第一课他给你上法律课的时候 跟你讲 他跟你讲呢 什么叫法治 三天水那个治 和这个什么叫法治 一个就是那个制度的治 这俩制呢 他们正儿八经的 像认真的扯大 跟你讲这个法治和法治的区别 这俩制实际上在中文里面 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制 制度的制也是制约的制 也是要把你管起来嘛 那个制呢 和那个政治的制 三天水一个台 那个制也是要制你的 也是要把你抓起来的 所以法治法治 这两个词当年翻译的时候啊 哪个脑残 不知道哪个脑残 发明这两个词的所谓的区别啊 扯鸡八蛋 错了 搞得后来无数的这个学法律的人 包括那个人权人士民主人士 在那拼命解释 越解释越糊涂 这就错了 这就像我本人是化学家啊 然后想去化学了 咱们的中学去化学的时候 对不起啊 大家记得中学学化学第一课 要跟你讲这个 所谓的这个 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 什么叫物理反应 什么叫化学反应 一堆锯末啊 那把木头锯成锯末 这是物理反应 这不叫化 你把那锯末点着了 烧了 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走了 那叫化学反应 这个东西你让小孩他理解不了 当年外国人之所以 让你比较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 英文很简单 physical change和chemical change 这两个change 在英文里面是小孩他能懂 你让中国人 刚开始还没有基础的 物理概念 没有化学概念的时候 他不懂什么叫物理 不懂什么叫化学的时候 你上来让他讲 什么叫物理反应 什么叫化学反应 物理变化化学变化 他能懂吗 所以把中国的孩子弄的 他理解不了 他只能死记这个概念 就记了很多概念 我当年学化学 我能搞得很清楚 什么叫物理变化 什么叫化学变化 但是我相信99%的孩子 学完之后就忘了 因为他理解不了 英文不存这个问题 英文这个physical 和chemical还算是个常用词 咱中文里面的物理和化学 这两个词呢 是比较固定的 小孩在学这门课之前 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说这个是早年 搞这个中学教育的人 把这个概念给弄烂了 弄烂的让后来的孩子 学的就非常非常累 这个法治也是这个问题 法的精神是个什么呢 要说真正的法治 真正的法治的话呢 不是说像咱们讲的 或者是法治三天水制制 或者制度要治你 而是一个契约精神 那你想美国这样的话 他的国父 那么建立一个宪法 最后经过激烈的讨论 通过了一个宪法 宪法通过之后 这国家就建起来了 第一句话 建这个国家的宪法 第一 前三句话说的非常清楚 就大家认识到必须的 为了保持秩序 必须得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出钱的人同意建的 这个政府不能呼来 这政府不能说 想奉火的网就奉火的网 这政府不能说 想建大方向就建大方向 那是不允许的 那个就超出了契约精神了 契约精神就说 咱们同意建一个军队 建个警察 建个消防队 建个各种收税机构 对吧 咱把学校建起来 把这个土地有效的开发 把工业 这个规矩给立起来 咱们大家公平竞争 这是正常的一个法治 那么中国里的这个正常法治 十万法千里 首先基本概念就搞错 他这个治就是治老百姓 中国什么叫依法治国啊 他把主语不告诉你 依法治国的主语是谁啊 是他妈习近平 习近平想抓你的时候 他就依法治国了 王岐山想抓你的时候 给你双规的时候 他有依法治国 他有法律啊 他能找到法律治你啊 你郭文贵你牛逼吧 我能找出你21个罪来 都是这样 所有中国人呢 都面临着这个被治 被他妈的盗国贼 被习近平这样的王八蛋去治 他这个治呢 首先那个法肯定是恶法 咱们老百姓 没有经过我们的人大代表 去讨论立这个法 所以他这个法 比如他想让中国人 不能生那么多孩子 你一家只能生一个 他他妈一拍脑袋 就来一个法律 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法 这个法没有任何民意基础 完全是强奸中国人民的意志 而是 是一种 反文明 反人类的一种法 这是典型的恶法 可是他强行的给你弄这个法 跟你讲 一法治国 你他妈的你 你非得生的话 他给你弄一超生户 罚你 让你孩子到现在 都不能上户口 多么荒唐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 有这样的法律 你知道吗 他的根子在哪里啊 他的根源 就是共产党 讲这个法的时候呢 只是整理的工具 是奴隶主手里的把鞭子 这是中国的法 这个和这个外国人讲的这个法 就不一样了 那么西方法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西方法 它的本质 这个法呢 Law 这个Law呢 和这个规律 你比如说 刚才我讲的化学规律 生物学的规律 和人间社会的运行规则 这些规律 它当成一个东西 就是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就是外国人一讲这个法律 一旦立下来 你比如说这个高速公共开车 不能抄55 你非得开70 那就抓你啊 你任何人不能抗拒 管你是郭文贵 还是王岐山 还是他妈的孙力军 谁开车 抄冷嘱都得抓 那么在中国 你挂上一个武警的牌子 挂上一个军队的牌子 你可以畅情无阻 你压死人都可以 没事 你知道吗 这就极其荒唐 就是中国的规律 是他妈的人的一个工具 它不叫规律 是法 相当于一个手铐 中国的法是一个手铐 外国人讲的法呢 它是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人生老病死 任何人逃不脱生物学的规律 你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 像我这样的长寿一点 活一百二十岁 我也得死啊 你正常人王岐山 你活个七十三岁 你就得死了嘛 对吧 那么就是 这是生物学的规律 你的细胞总要老死 最后人就死了 规矩不可抗拒 这个老 这种精神 美国人 包括英国人 他们是一体的 那么他们 这个法律是不可抗拒 这个老就是绝对不可抗拒 一旦定下来 就不可抗拒 定的过程中 有民意授权 经过老百姓的辩论 经过民意代表 经过议员 立法委员的 充分的讨论 让这个美国社会当中的最聪明的人 最最懂得讲道理的人 最会辩论的人去参与这个立法过程 那么这个法呢 在老百姓的心中就相当于规律啊 生老病死的规律 那样那么崇高 任何人犯了犯了法 没什么好说的 你也甭走后门 你老老实实的 进入这个法庭去辩一下 你就是认者服输 就是你得认赌服输啊 你就遵守那个法庭判决就完了 那么在中国呢 由于立法 这第一步就是错了 是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个手铐 一个脚镣套到你身上 就是要治你的 不管是三点水那个治 还是立刀治啊 就是都是要管你的 就是说是习近平比你高 你知道吗 在中国的法的概念里 习近平王毅三比你高 就是因为他权力大 这个法呢 老百姓是绝对不认同的 所以说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不管是当官的 是贪官 还是中级管理人员 还是小老百姓接上那个卖菜的 他觉得他要是能抗拒这个法 能钻点空子 能够躲过这个法的制裁的话呢 他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这是一种人生的巨大成就 这个就乱套了 兄弟们 这个在西方是不存在这样的 西方 纽约州的这个州长 也他妈被抓着嫖娼啊 他就认倒霉啊 他就得辞职啊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 这个是人家 国家 法的精神 地位非常高 这个法呢 在西方是人民的共识 这也是未来我们宪政民主派 建立一个新政权之后 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之后 必须要要要借鉴的东西 啊 不能够走那种共产党这样 共产党这个无参与专政 实际上是流氓私家法 是黑社会法 完全不懂 不尊重法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在执行法的执行的时候呢 烂法就是黑社会执法 你看看大将打死多少人啊 那孕妇抱着个小孩的大将被警察一圈打在地上 这是野蛮到了极点 那么第三步呢 还有一个执法 那么总不可避免的人和人家要发生纠纷 人和政府要发生纠纷 发生了纠纷之后怎么办呢 到法庭去打官司 打官司的时候就相当于啊 张三李四有了纠纷 你不能找这两家的亲戚有关系的人去审这个案子 你得找这些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中国的法院你要跟共产党有个纠纷 你去告共产党 你去告共产党 首先立不了案 这他娘的 这个法院就是被他们垄断了 是他们家开的 他不一定去告共产党 就算勉勉强强强你立了案了 那么法官他肯定不向着你 他绝对不公平 他向着共产党 因为他是共产党养的一条狗 所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司法系统 从这个公监法的实践 到我们高校啊 美京大学南京大学什么法学教授 全他妈狗屁 讲的全他妈屁道理 你知道吗 他没有把法的实质告诉中国人 因为他不敢啊 你像贺玉芳那样 像我这样讲的贺玉芳第二天就丢工作了 他为了在那吃那点粮食 他就是那点粮食的收入了 过去讲不为三斗米折腰 那是因为贺玉芳家里有一千米的出租土地 不愁着五斗米 贺玉芳现在就得愁着五斗米啊 共产党一旦给他开了开到十盒子去 傻了吧 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之后 回来在北大夹着尾巴做人 这就是中国人 贺玉芳这还算优秀的 这还算最好的啊 我点贺玉芳的名是 看着他是三斗老乡的份上 而这个人比较优秀 我点他的名 别人那些根本就不露贺玉芳啊 全他妈的不说人话 每天都是吃的粮食 拉出来的讲分的话 都是害中国人 误导中国人的 讲你妈的法治和法治的区别 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的区别 扯淡扯淡 好吧 我接着喝点酒啊 谢谢大家 今天那个祝贺老郭啊 终于申请了美国的政治避难 希望你取得成功 谢谢 再见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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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我们刚才从老郭申请美国政治避难 讲到了依法治国 结论是依法治国 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纯粹是扯淡 不可能真正建立法治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确立 那么就涉及到一个老郭申请政治避难 如果他还坚持郭七条 郭七条的实质是不反习近平 那个如果我是个美国法官 来审博文贵这个案子的话呢 我可能会拒绝他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司法界人士都知道 中国是一个人质的国家 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国发一句话 可以压过法律 那么就不存在政治迫害 在中国发生在老郭身上这个情况 理论是这样的 那么老郭呢 要花钱请律师继续上诉 打这个官司 这个大家明白 为什么这个郭文贵 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反复讲 给他三年时间 爆料 大家想想有那么多料 需要三年才能爆出来吗 那么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他一直强调这个三年爆料 让大家给他三年时间 现在已经过去七八个月了 半年多了 那么这个爆料的战争和 已经进入了这个白志化 已经进入胶着 进入持久战的阶段了 那么老郭呢 现在决定申请政治避难 非常好 我认为这是跟中国决裂 你申请政治避难 这是跟中国决裂 那么郭西条当中 有一条不反国家 那个就是说被迫也好 这个主动也好 这个就首先解不通了 你没法跟法官解释 你既然爱这个国家 你回去就是了吗 而且你还拥护那个习主席 让习主席给你特批一下 你不存在政治迫害的可能性 所以对不起请你走 所以这个呢 案子老郭打的是一场 像那个习习福斯 推着球上山一样 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 我不是说他不能 习习福斯不能把这个球推上三顶 然后转过去 不是这样的 非常难 本身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而且需要非常好的条件 如果老郭没有钱的话 这个战争他打不赢 那么我假设老郭是有钱的 祝老郭好运 接着讲这个以法治国 以法治活的荒谬性 尤其在中国 那简直是乱套了 因为中国的法学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被撤销掉了 毛泽东是何尝打散 无法无天吧 所以根本就没有法 我上大学是南京大学没有法律系 现在肯定有了 因为现在搞那个假的依法治国嘛 所以各个著名大学都有法学院 培养了一大批的脑残 他们就搞不明白什么叫法治和法治 他们不知道法治和法治都是草弹 都是人民套在人民手上的手铐 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 不是给人民捍卫自己的人权和权力的一个工具 不是这样的 他从来不教你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就是契约精神 就好像我跟这个国家签了一个合同 这个国家应该给我提供什么 我给国家提供什么 我给国家交钱啊 纳税啊 国家如果去跟外国打仗 我抗着枪上前线啊 我为国家去卖命啊 这就是契约精神 中共从来不讲这个 中共的法 从来就是奴隶主的工具 奴隶主的鞭子 就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枷锁 你比如说土地制度 那土地制度本来这个咱们祖祖辈辈 土地都是私有的 土地的交易 民间有老规矩 现在注意啊 这些老规矩现在在中国各地的农村 又在复兴 这个老规矩啊 就说张三卖给李四一块地 一块栽一地 原则上不符合中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违反了他的法律 但是老百姓 村上的人 乡里的人都认可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如果有人从城市到农村去买地呢 可以到这些地方去买 那么我提出来的这个上面讲 我讲的这个三千个限运数据 就是我们党 我们这个最大的反对党 现在还没有名的这个 将要组起来的中国最大的反对党 是认可民间的这个约定俗成的交易的 注意啊 我们认可 我们将来一旦指了证 我们会认可 所以 如果有朋友从城市里到农村去买地 你最好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党 最好 这样的话 当地那个大哥 当地那个县委书记 会记住你这个事 记录在当 将来会认可你这个交易 现在共产党是不认可这个交易的 他不认可归不认可 如果你不跟当地的村之书啊 乡长县长啊 这个有仇的话呢 他也就不追究了 所以现在中国的土地制度 他的法律 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 老百姓其实已经有交易了 正常情况下 将来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 确立了之后 中国的土地交易是完全合法的 任何农村的孩子 他不愿意在农村当农民啊 他愿意到北京去打工啊 到北京去创业 到北京去找个姑娘结婚 在那安家立业啊 那么他可以把他祖上传下来的土地 卖掉 如果一时半会卖不掉 可以抵押给银行 到银行去抵押贷款 从银行那拿到一笔钱 然后到北京去做资本 做启动资金 他就可以在城市里面 去谋生 去创业 他很多人啊 中国人 咱们中国农村的孩子 从各种才能的都有 有唱歌的啊 那个 有那个会砸耍的 各种手艺 我刚才这个演示的这个瓶子啊 我就是想 咱们中国这么多聪明人 去念了北京大学法学院 念了四五年下来 搞不清什么叫法治 那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吗 其实这些孩子 学一个工匠啊 学点工匠手艺 你想这个多漂亮 这里边是个玻璃瓶子啊 这就是喝酒用的啊 你想这多上档次 它变成了一个艺术品啊 就是说 你向人家日本 德国学习啊 从小可以学一个 实实在在的手艺 那么这个手艺呢 不仅给自己创造了财富 而且丰富了所有的 其他人的生活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么咱们现在的中国的聪明人呢 都去浪费时间 学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 那么说到这个立法啊 因为中华区 包括中华民国在内 他的这个法律是非常操弹的 根本没法跟那个美国的比 你比如讲到新闻法 我现在专门讲新闻法啊 那么在中国现在什么状况呢 中国现在以为要建一个 要立一个新闻法 这算是一种进步 这算是一种法治的一种进步 实际上是错了啊 去年啊 我记得去年开人大会的时候 从纽约来的一个记者 就是纽约有个报纸叫乔报 是中共在美国办的这个报纸啊 乔报有个女记者啊 不知轻重 跑那问这个人大 这个开这个记者 问啊 请问这个这个新闻立法 现在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结果被那个给轰出去了 这个问题呢 提问题的这个记者非常大胆 因为中国大陆的记者 连这个问题都不让问 因为这个问题太他妈前卫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前卫的 没有 这个问题呢 是向中华民国在看起 因为中华民国的法律 1930年就定了一个出版法 啊 就是说是对于出版又有估计 那么共产党根据那个出版法 钻了很多空子 包括出版了新华日报啊 什么的 他出版法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弄 就是说你报纸可以出啊 你可以随便出 你卖的时候 如果有人举报了啊 被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人员 查立案了 一发现 我说你犯禁了 他来查封你的报纸 你这期不要卖了啊 罚你的款 这个呢 是这么个管理方法 这个你说 好吗 好不好 这要看谁的立场了 共产党说好啊 咱钻他的空子 颠覆中华民国最后得了手了 得手之后 陈云这个老王八蛋 可就接受教训了 他说千万不能搞这个新闻法 搞了新闻法 我们就被动了 那么反共分子就他妈的 用这个新闻法 用这个出版法来 想印什么印什么 等咱们发现已经晚了嘛 所以在中共里面 是不允许搞出版法 他是比中华民国 还落后一大步啊 那么中华民国 跟美国宪法比呢 那就非常差了 美国宪法管出版新闻的时候 是宪法里没提到 后来有人提了一个 叫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是这么说的 政府不得立法 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信仰 结设各种自由 这个不符合咱们中国人的表达习惯 中国人说 哎呀 宪法保证你权利 其实当你这个权利受侵犯 是没人管 美国宪法不是这么写的 美国宪法是说 政府就是国会 你就不要立这个法了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他抱着爱登什么登什么 他他爱怎么着怎么着 电视网络爱写什么 政府不得立法去管 你想多高明啊 这比中华民国那个逻辑性啊 严密性那高多了 中华民国就是因为 因为他早嘛 他立这个法就比较落后 没有学到人家美国的法的精神 所以将来咱们宪政民主 在中国大陆成立的时候 咱们不要中国 咱直接就越过了中华民国的宪法了 直接进入美国模式 就是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下 政府就是我们未来的立法院 未来的这个这个这个国会 不得立法限制公民啊 这个言论自由 就是你那就是你中国现在 有人建了个大防火墙 封网违法违宪抓起来 那审判啊 必须得这么做 这多好啊 根本就不要讨论什么 他妈新闻法出版法 那是完全是扯淡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宪法 他本身是有问题 后来又打了各种补丁 这是个赖法 跟美国的宪法比没法比 所以说这个问题解决了 说到依法治国 那么我上次上一讲 讲到这个主语 他不说主语 主语是他妈习近平 谁讲了权 谁就是主语 习近平说我他妈搞你 我可以依法搞你 我依法治郭 依法治郭文贵 这是郭 我想起了一个人啊 我们山东有个人叫田济云 田济云原来是赵紫阳的副手 这个人很会做人 很滑 是改革开放早期 这个他从赵紫阳 从四川带过来 从今当过四川的财政厅长 后来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想培养他做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因为八九六四 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 他今年二月份 田济云这个人还健康 还健在啊 田济云在2017年的二月份 又写了一篇文章 提出一个什么概念呢 叫依法治官 依法治官 不是依法治国 他说依法治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些当官的 违法乱纪太猖獗了 所以说 这个法治的精神 依法治官 这个说法呢 前进了一步 比依法治国更清晰了 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毕竟这个思路是错的 你中共依法治国 你怎么演绎 他也是反动的错误的 所以真正的依法治国呢 应该是依法治事 张三跟李斯有了纠纷 那么咱们判这个事 按照固定的法律 国家有固定的法律 不管谁来审 只要是依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审 这个事就能审清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才是应该提的 好 今天就讲